风靡全球的手机游戏 精灵宝可梦Pokemon Go 热潮在香港蔓延 东方蜘蛛星期六就举办了 全球第一个Pokemon Go大赛 规定参赛者必须斗快 在三个地点捕捉大会所设定的 12只宠物小精灵 结果吸引超过600名玩家 化身为训练员 热闹的香港街头 顿时成为了捕猎小精灵的游乐场所 全球首个精灵宝可梦大赛 在星期六下午两点在香港打响头炮 超过600名玩家一呼百应 全程出动捕捉小精灵 无论是繁忙的望角街头 维多利亚港的渡轮 或是人来人往的地铁站 都是虚拟小精灵可能躲藏的地点 参赛者狂奔穿越大街小巷 寻找大会指定的12只小精灵的踪迹 务必在限时三个小时内 争分夺秒完成任务 即使顶着摄氏34度的酷热天气 也无损精灵宝可梦训练员的性质 大伙除了呼朋唤友互相合作 也有父母亲将比赛当作亲子互动游戏 趁机促进感情 如果没有今天这个活动 可能我们拉着小提琴就是回家 躲在家冷气自己拿着自己的机器玩 今天可以出来这么热流汗 我们都觉得玩得很开心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 比赛最终有一名21岁的大学生赢得冠军 这名疯狂玩家走遍了铜锣湾 尖沙嘴和望角 才终于集齐了12只指定小精灵 获得大会颁发3000港币奖金